0度L类似 它整个类似的话 首先就是可以看到 它跟大众其他车型都不一样 采用了一个双10.25英寸的双联屏的设计 现在的话奔驰都没用了 然后大众跟宝马又开始准备用这种双联屏的设计 其实说实话 放在前面有一点点图 看久了还算习惯 然后科技感是有的 整个画面的显示的清晰度都没有问题 好 此外整个0度L的车类 其他的设计 它就跟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的数字高尔夫和奥迪A3差不多 包括左侧的这种触控式的灯光的控制区域 然后方向盘上面也是触控的 整个空调中控控制区域都是触控的 物理按键只有非常少的几个 整个车厢的设计的话 是有一定的科技感 好 此外整个车类 其实我最喜欢的这台车车类 最喜欢的一个配置就是 0度L的方向盘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这个方向盘的盘幅 非常的粗壮 这方向盘的话 它的造型跟之前我们 如果说对大众稍微熟悉一点的知道 它跟大众的高尔夫R 就是R车型用到的方向盘 这种平底巨粗的方向盘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台车的确在整个方向盘的这种造型和握感上 会带来一定的这种驾驶欲望 好 此外其他地方 中控这里就是跟高巴A3 就保时捷嘛 都是同样的电子挡霸 其实这个挡霸的话 我个人觉得是偏小了一点 但是现在的数字化大众都是这样的方式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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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